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微微卫视 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这个星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两周年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执政满两年习近平做的怎样 未来八年他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 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的政绩 两年前的十八大一中全会上 习近平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 上任两年来他的执政路线逐渐清晰 对内巩固个人权力 掀起反腐风暴 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 对外展开强势外交 提出亚太梦的构想 展示对抗西方和主导世界事物的雄心 对他的作为中国官媒 有中国新设计师 习视风格 习视新常态等赞美 而西方一些媒体 则有习皇帝之暗讽 那么习近平执政这两年 如何改变了中国 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路线 其核心和本质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 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要点评他两年来的这个政绩呢 我们必须对照他上任前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 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两年来 是否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 开了新局 是建立了这个所谓习视新常态 您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 高文谦先生 习近平上台后呢 他的执政风格呢 和胡锦涛呢 迥然不同 他大刀阔斧 这个在两条战线作战 一手呢 是铁腕维持 一挡天下 绝不容许动摇 红色江山 另一手是大力反腐 试图挽回民心 那么 究竟是这种做法是 像官方说的 开了新局呢 还是穿新鞋 走老路 重蹈毛的覆辙 时间呢 将会判明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 王康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 这个 这个 新银民执政两年 肯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胡锦涛 江泽民这个时代 已经结束了 甚至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基本上也高中了 中国肯定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 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 这本历史的十字路口 好 陈博工先生 俗话说 新冠上任三把火 习近平上台也点了三把火 集权 反腐 摆脱老人政治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他跟江泽民 胡锦涛相比 他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 但是跟毛泽东 邓小平时代相比 还不算 好的 那么高文青先生 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来谈一下 那么首先 当然大家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 最大的政绩呢 莫过于反腐 而且在民间呢 为他赢得了民心 但是也有外界一些批评认为他反腐也存在一些弱点 那么您对他的反腐的这个政绩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呢 习近平的反腐 是为了救党 但是他的最大的软肋呢 就在于呢 一党天下呢 正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 因此他就陷入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中 反腐的话 会动摇党的根基 不反腐的话呢 党会亡得更快 所以呢 前一段的实际上呢 他的困境中呢 他这个反腐的话呢 打大老虎呢 已经踢到铁板 现在呢 转而呢 打苍蝇 实际上呢 共产党的腐败呢 已经深入骨髓 那么可以有两个例子 第一的话呢 就是最近披露的 这个徐才厚 他这个所谓两个就是呢 小官呢 是巨贪 大官更贪 那么呢 第一个是徐才厚呢 他这个从他家里面 前两天爆出来的料说呢 这个从他家里面光 这个超出那个外壁就有一吨种 还有一个是北戴河供水公司的马某 那么一个小小的经理 从他家里面就抽出 超出1.2亿的这个 这个赃款 还有黄金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情况是体制不改变 粪坑不出 党内掌握大小权力的腐败分子呢 就会如瘾灼臭 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 总有三头六臂呀 也没办法打得干净 那么前一段的话呢 北平的话呢 就是不是北京这个热播 这个北平无战事呢 讲的就是蒋经国 在上海大老虎杀鱼而归 那么 这个习近平呢 现在是面临着 蒋经国同样的处境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么在民间 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一个 中国梦的说法 来增加这个民间 民众和这个国家民族的 这个凝聚力 那么你觉得从内政外交来看 这个所谓中国梦 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所谓十九世纪是英国梦 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二十一世纪呢 那么就是属于中国了 这个中国梦是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 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和核心的理念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客观地讲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 然后建设一个强大的 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 成为东亚的盟主 而进而挑战 甚至改变世界的结构和秩序 成为 重新成为中央之国 那么这里有两个极端形态有可能 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第一就是它成为一个以建政民主为取向的 以绝大多数的国家的 这么一个国家政体为目标的 这么一个中国梦 那肯定是人类的福音 它和西方的和美国的 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的冲突 都会隐忍而解 另外一个就是刚好相反 它是用一种 要建立一个 重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 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 现代的一个复辟 也是共产主义 苏联亡党亡国之后 共产主义的一个现代变种 如果按照这种理念 这种本质去发展的话 那么势必在国内 要和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 现代价值的这么一个追求 要发生冲突 在国外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发生这个强烈的冲突 那么这种梦肯定是一个噩梦 它是两种结果 一个是中国在这个选择过程里面 像前苏联一样分崩离行 亡党亡国 另外就是和全人类共同毁灭 不管怎么说 这个走下去这个梦 都是噩梦 它不是中国的美梦 好 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 这个左右路线之争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 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呢 他是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摇摆不定 那么提出生化改革 有邓小平的影子 那么参观毛泽东故居 举行文艺座谈会等等 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 那么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的这个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 更倾向于邓还是毛 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觉得无法定论 那么陈破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 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首先去了深圳莲花山 去邓小平同向前祭拜 而且要求当年陪同邓小平 南巡的四个官员也陪同他去那里 这个给人的感觉呢 他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他的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说法 另外呢 他又去毛泽东的故居三次 韶山去参拜 另外来举行了毛泽东 所谓诞成120周年 这么一个大的活动 那么给人感觉了 他要走毛的路线 所以一毛一瞪 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南方 这个矛盾就矛盾 这是一回事 就自相矛盾 在南方很多省份读成矛盾 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 中国的事情是一个矛盾 就毛和邓 胡来是不行的 到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办 在胡来习惯了 这一串话呢 就把毛泽东 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串起来了 就中国的事情是这么回事 那习近平这个走法呢 很明显自相矛盾 因为他说 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就是对毛泽东的否定 尤其是对毛泽东政治路线 政治挂帅 阶级斗争的否定 如果不否定 改革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用他这个话说回去 我们也可以说 不能用后五十年否定前五十年 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否定中华民国 那你的共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 你还可以说 不能用这一百年否定前一百年 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晚清 那个时候末年的改革 那么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 都可能没有意义了 说在这样一个说法的情况下 就把后人走的路都否定了 当然我们说 共产革命有可能是被否定的 但是习近平这个说法 本身否定了自己 说他呈现了一个 自相矛盾的状态 就是他在政治上 是学的走的毛泽东政治路线 经济上走的 邓小平的这么一个经济路线 这两条路线 在很多地方是不兼容的 高文青先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的执政的套路 可以说是毛学为体 邓学为用 所谓毛学就是坚持一党体制 所谓邓学就是要搞中国特色 也就是搞半管制 半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 习近平现在的话 是毛邓并举 在政治上举毛旗 在经济上举邓旗 两手交互使用 王康先生 我想请您分析 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之初 很多人尤其是 包括外国的媒体都认为 他的父亲习仲勋 在文革期间的经历 会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 有很深刻的反思 很多人还期望 他在一旦巩固权力之后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 会有所开放 但是现在看来 这些希望都落空了 你觉得外界误读习近平 造成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种解读来这种人性论 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 但是少年不幸 他也有各种各样的后果 有些人变成就是 力来顺受 循规蹈矩 完全成为顺民 有些人就是一切立反 另外一种人就是 把少年时代的不幸和磨难 变成自己的人生阅历 和政治资本 所以天间央大人 与私人也必先 必先苦惜心智 劳起金骨 那一套 那么习显然是后面一种人 这个习的这个 我们都知道人会变得 最大的使人变化的是权力 极大的权力 是极大的改变人性 最根本的是 为什么就是现在 知识界很多人 有天真约望的 希望这个习近平的 少年时代的不幸 然后导致他 执政之后 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 而落空了 最根本的是 我觉得现在实际统治着 中国的太子党集团 他们已经对中国 长期的观察思考 得出了基本的判断 和总的一个国家战略 任何人执政 包括习近平在内 必须根据这个隐蔽 而强有力的 这种力量来行事 否则他一天也带不下去 这个是形势比人强 这种也是一种 深刻的一种人性 好 破空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觉得 习近平呢 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 而且经历非常的丰富 那么下过乡 而且也做过这个什么 工农兵学员等等 他的人生轨迹 代表了那一代 很多中国人的人生轨迹 那么你觉得 这些经历 对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说法说 性格决定命运 而性格呢 很多时候在经历中造成的 习近平的人生 可以说非常复杂 大起大落 那么他是红二代 是太子党 但是呢 由于他父亲呢 被受毛泽东迫害 那么全家遭殃 结果他被打入社会底层 那么查个乡 当个知青 当知青呢 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 比如说这个什么 挑二百里重担 走一百里三路 这种吃苦耐劳 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他后来 这个又当了这个 工农兵学员 被推荐上去 那么算走后门上去了 干部子弟 那工农兵学员 又混了一套这个假学历 那么后来这个 是这个 作为第三地队培养 这个培养呢 就有一种 八七子弟 那种娇痕 今天他这个傲慢 也看得出来 另外还重要的 也是他少年的人生 他13岁的时候 因为他父亲被打倒 他说了几句 对文革不满的话 结果呢 被关在党校的一个房子里 他跟了一批大人一起 有一个杨平老人回忆啊 说他跟一批大人一起 接受批斗 习近平只有13岁 挂了个大铁牌子 和那个高帽子 由于那个帽子和铁牌子太重 他不得不用手扶着 然后开批斗大会的时候 他跟其他几个成年人 站在一起被批斗 而他的母亲齐心 人家喊打倒习近平 他的母亲在台下 也举手喊打倒习近平 结果习近平被关的期间 有一天他就跑回来了 一个大雨天 跑回来的时候 他母亲就问他 你怎么回来的 他说我趁看守不注意 跳窗户回来的 然后他母亲没说话 他就说妈妈我饿了 结果他母亲 不仅没有给他做饭吃 而是冒着大雨出去告发 告发习近平跑回来了 结果习近平大哭一场 跑到那个走了 冒着雨夜 去了这个泥火园 躺在一个工人收留了他 躺了一晚上 第二天被关进了少管所 一关就是三年 所以这个经历给他的两个感觉 一个是他能够吃的苦 受的罪 再一个他母亲六亲不认 所谓的党性 对他深刻的影响 后来之后 他并没有跟他母亲去疏远 他还觉得他母亲这一套 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塑造 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 忠于这个党性 党的组织 党的原则这一套上 就体现在他的身上 包括他父亲 尽管是迫害 出来之后还尊尊地教诲他 怎么要忠于党 忠于无彩的一些事业 我想习近平的骨子里 整个的就是共产党 当然文革的遗风 太子党的那一套 这个自清的那种土作风 土包子 包括到墨西哥去说什么 你们吃饱了没事干 这些话都是一个 深重的时代落映 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习近平 好 高文革先生 请讲 那个我觉得的话呢 外界误判习近平啊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误读了习近平的 对毛的这种真实情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们觉得 这个习仲勋文革挨整 那么习近平受了猪脸 因此对毛有怨恨 其实是大错特错 其实毛对习家呢 是恩大于怨 毛是习近平的救命恩人 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 一到陕北就把习近平就给救了 把这个习仲勋就给就给救了 救了之后的话呢 当然毛后来呢 又整了这个习仲勋 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 反击彭德怀的右侵犯案风 那么整西北山头 那么习仲勋呢 成为这个持余之殃 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习近平呢 后来呢 对毛的话呢 是三上韶山 讲了一句肺腑之言 没有毛主席 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 哪有今天的我 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好 最后再请教一下 这个陈破空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 摒弃了这个江湖时代的 这个集体领导制 不断地集中他的权力 成为了兼职最多的领导人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这样做 是形势所迫呢 还是个人野心 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这二者 坚而有之 形势所迫 个人有心 形势所迫 我们都知道 他在上任的时候 这个所谓第五代领导人 接班的时候 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那这种权力斗争的暗潮汹涌 是完全超过外界的想象的 就是中共这个集体 这个接班制 发生了一个怀疑 可以说产生了一个权威动摇 就是薄熙来 周永康 徐才厚 这么一干人 要对他发动政变 要取而代之 甚至储备了这个军火 施加的弹药等等 而且是这个有政界的军方的整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联手 从地方到中央的 说这个震撼了中南海 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震撼 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是一个权力保卫战 这个形势所必 他必须去集中他的权力 但另外一个点也是个人野心 怎么说呢 因为胡温时代人们解读 胡温时代的弊端并非是集权 胡温时代的弊端是没有实行政治改革 经济连上五个台阶 但是政治上一层不变 是很多人对胡温时代的深恶痛绝 他本来期望习近平上台之后 能够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 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把这个反而是走集权的道路 胡温时代还提了个说法叫党内民主 那么当时有个逻辑说 从党内民主出发 然后过渡到党外民主 还有全国民主有这么一个思维逻辑 但是习近平上来等于中断了这个逻辑 就把党内民主的终结了 就重新回到矛盾一言九鼎的时代 实际上这个不要说在中国党内是个背反 高文青燕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三点原因 第一是实事造英雄 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能够大权在握 实际上是源于中共高层 对这个形势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 认为的话呢各种矛盾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 社会矛盾可能全面爆发 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的模式 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 因此的话呢就是授权习近平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就是胡锦涛呢 一退到底 而江泽民这些老人呢 已经是毛铁之年 这个心有余 干政心有余力不足 第三点呢 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 他性格内敛 勉礼苍真 等于是蒙过了江泽民 曾庆红 那么他一旦权在手 那么就放手抓拳 这个挟着红二代的优势 这个毫不含糊 这是这么三点原因 我认为 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啊 大大加强对于意识形态 和言论的控制 对意见人士的打击 非常的无情 那么这是他招致很多评 尤其是外界的批评的原因 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意图 到底是什么 这个对中国这个长远的后果 是什么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 这个邓小平 南巡讲话的时候 他说不要争论 他是要避免他的改革开放 最后遭到否定和失败 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 然后作为共产党的这个首页人 作为权贵集团的这个代理人 他们只能沿袭邓的这个老路 他们实际上一直有的是意识形态的淡化 这个胡锦涛还说出来要搞和谐社会 既然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一定的空间 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 要强化意识形态 要打击以自由 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的知识界 这个不是他本人和中国知识界有渗透大恨 这是形势使然 更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有新的任务 新的形式 新的目标了 这个新的目标 说到底就是要 接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 重新回到毛的时代 然后把毛的这个政治遗产 结合起来 完成一个新的 一个从来没有的 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 所谓的伟大的使命 在这个伟大的使命下 必须钳制思想 必须思想依虑 这不是他个人的毫无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 会造成什么后果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推理 那么中国出现新的一种反右运动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精神污染 甚至新的一场文革来的话 都不是天方夜谈的 毛泽东当年说过 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那么这个说起来 完全是一个天方夜谈 但是现在看起来 你只要回到毛的路线 那么赶右运动 文化大革命 对知识分子的整肃 就是不可避免的 好 破空你的看法 关于这个意识形态的空景 我觉得从毛泽东 到邓小平 到习近平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党机器非常重要 他们知道这个八千万党员 非常厉害 只要掌握了党 你就掌握了大权 而且党只会枪 你掌握了党 也掌握了军权 说邓小平时代 虽然他改变了毛泽东政治路线 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组织路线 邓小平知道 毛泽东那套组织路线 是非常管用的 说邓小平一手是掌党权 一手掌军权 他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权 他就能够一言九鼎 为所欲为 贯彻自己的意志 习近平同样意识到这一点 习近平尽管 他想走他自己的路 做一些事情 但他深深意识到 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 不是去走向人民 而是把党抓在手上 总共把这个党机器抓在手上 同时把军权抓在手上 然后如果他要集中意志 这个完全能够由自己说了算 由自己能够拍板 他才觉得他能够是真正在执政 说这一套思维 实际上是成就的 他们从来 就习近平从来没有越过 体制去思考问题 就不知道说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另一套运作国家的方式 比如说依靠人民 用民主的方式 这个找民心 找民意的方式来执政 他基本上是从内向外找 好 高文青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 习近平他这样子做呢 是充分的凸显 他这个对这个舆论失控 意识形态失控 高效阵地失控的一种焦虑 那么实际上 他采取这种禁锢 沿路的这种做法呢 后果是非常之可怕的 连毛泽东 邓小平都知道这一点 毛泽东当年讲 让人讲话 天塌不下来 邓小平讲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那么现在的话呢 因为这样的搞法呢 实际上正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报纸越干净 实际上社会越肮脏 新闻越和谐 实际上呢 现实的话呢 越丑陋 那么呢 实际上这个民众对这个反强非常大 最近网上呢 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 叫做三代拥医 那么实际上是借这个讽刺北韩呢 来的话呢 讽刺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 他就说呀 第一代啊 是头痛一脚 头痛一痛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第二代呢 是头痛一脸 脚痛也一脸 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第三代呢 是头痛五嘴 脚痛也五嘴 而且这个段子最后说 我们说的是北朝鲜 禁止联系中国 好 不管怎么说 刚才高文静先生提到民间有一些批评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尽管习近平加强社会控制 打击不同的声音 但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 还是其实相当高的 尤其是相较于胡温时代 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民望那么高 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作风里面 有哪些东西迎合了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 习近平的所谓的民望 主要来自他的反腐 他的强势的执政 这种风格 以及他的对外的强硬 这个态度 这个可以很轻易地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 那么中国的民众就是民族主义的载体 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民望 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 在中国谁都知道没有真正的民意 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 第二更重要的是 中国所谓的民意 这个民意常常是极权主义统治者的一种结果 比如 我新来的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 他们俩现在都双双在牢 但是他们在重庆的民望一直居高不下 这个只能说明很可悲的一种情况 因为愚昧 因为思想钳制 因为信息的不流通 因为自私 所以中国的民众所谓的民望 他没有真正的接近一种真理和一种一种正义 他们根本不知道 薄熙来和王立军是什么样的人物 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民望 因为中共从来不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么一个空间 如果把监狱里面的刘晓波 胡志强或者是许志勇他们放出来 让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机会 一个场合 在中央电视台 在一个公开的机构 公开的和这些党国的全国人辩论 他们的名望未必要比习近平要低 好 高文青 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 习近平他现在声望高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刚才王康先生呢 也提到 第一个就是大力反腐 这个赢得了这个民心 第二个呢 他在政治上非常善于包装 做这个亲民秀 他上台以后呢 说了很多这个 就放了很多那个 说了很多大话空话 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他实际上做的 恰恰是否定他自己曾经所那个说过的 这这是第一 第二个的话呢 他的话呢 就是现在他这个蜜月期啊 已经过了 实际上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慰望的话 已经在开始那个跌落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就是辽宁日报最近的这个所谓派特 派特务那个卧底的这件事情 网络上是一片声讨之声 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的话呢 你说的话呢 依法治国 你说把这个权力啊 关进笼子 实际上把敢言之事都关进笼子去了 人家怎么能够相信你 特别是最近以来啊 我觉得习近平有有点走火入魔 连出昏招啊 你譬如说 这个文艺座谈会 新古田会议 捧周小平 还有这个杂锅论 所有这些说法的话呢 实际上呢 把它好不容易通过反腐积累的一点 这个这个这个威望的挥霍差不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他膝下的很臭啊 难怪当年习近平 这个跟这个聂岳平 那个拜特学名棋的时候 聂岳平不愿意教他 怕他给他丢脸 好 破功 对这个我们的确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 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评价一般 甚至不怎么样 在中国国内呢 就是这个名望很高 说支持率很高 这个我们也听到这些说法 那么我想这一点呢 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 他知道这是一个人质的社会 这是一个专制的社会 这是一个封建王朝 所以说人质的社会有个特点 就是老百姓呢 这个被炉化 这很重 那么他们判青天的思想很重 也就是如果你高官拿来反腐 他就说你是个青天 薄熙来在重庆反腐被称为薄青天 那习近平在北京反腐被称为习青天 那么这种青天心态啊 事实上是中国老百姓 根深蒂固的一个炉化思想 他不知道用制度来反腐啊 更有效 而以为是由个人来反腐啊 是有魄力 另外那一点就是说 这个他这个习近天 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呢 这个他对老百姓呢 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忽悠 那么过去有一个传说嘛 说这个毛泽东时代 有个东方红的唱法 东方红太阳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蒙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但邓小平时代四川人 编了另外一段 叫做西方黑太阳落 中国出了个邓矮陀 他为自己蒙幸福 他叫人民各顾各 那么现在习近平出来了 有些有这么一个段子 说这个北方灰太阳低 中国出了个习皇帝 他为红二代蒙幸福 他叫人民听他吹 说他很多东西 是叫人民听他吹 加上在网络上 也善于包装 利用新的一个语言 说这两者加起来 还是一种人质的思维 实际上是整个是在忽悠老百姓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外交方面 那么王康健 你觉得习近平的外交思路 刚才您在中国梦的时候提到一点点 那么请你更详细地说 就是说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国际社会经常把他和普京相提并论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众所都知 中国和俄国和前苏联 曾经结盟 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 让他中国深受其害 毛泽东可以说 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从1949年逃进莫斯科 为斯大林庆祝七十授成就开始了 毛一辈子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 而且在斯大林的模式走得更远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某种程度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 但是一直到他死里没摆脱 一直到现在 我们如果比较一下 中国和苏联的当时的宪法和党章 那么其中的相似性就让人惊讶 这个中俄之间结盟 一个意识的教训就是 斯科尔子永远是中国 原因很简单 因为俄国要成为失业性的 俄罗斯的这个大的帝国 这是他的传统 因为俄国他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没有现代什么一个商业 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一套东西 他更没有一个现正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他能够成为中国的 只能是他的大帝国的 这种思维 所以中国在跟俄国之间 不能有任何的节目关系 邓小平曾经说过 在二十世纪危害中国最严重的 从来日本就是俄国 现在看起来 俄国比远远超过日本的 所以习近平要和普京 普京跟习近平要套近乎 那是司马道之心 那是路人皆知了 他就是要实现所谓的 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大俄 是帝国这个愿望 这个本来就是玩火 中国和俄国当然应该保持 基本的正常的外交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接磨 尤其是我要指出来 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 好像普京也说过 明年反法西斯战争 接触七十多年 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多年 中国两国要共同地纪念 在莫斯科 我就真是想不通 谁都知道 苏联在中国抗战里面 可是严重地损害了 中国的国家主权 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 1945年的亚尔塔秘密协定 那是把中国的抗战 危害得太严重了 我们就忘记了这一点 如果一定要庆祝 要祭奠二战和中国的抗战 那最好的对象和伙伴 当然是美国了 好 那么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 中国官媒和民间的 民族主义情绪特别的高涨 尤其是反美仇日 亲俄的倾向非常明显 那么你觉得习近平 是不是在有意鼓励这种情绪呢 危险性又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没有证据说 习近平在有弄的操弄 这种民族情绪 但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 无疑在上面天力把火 那么刚才王康先生那也提到 实际上中国两国 现在习近平跟普京打得火热 甚至于这次在亚太经济会议中 专门把普京请到钓鱼台 私人宴会 这是所有参加APAC的会宾所没有的 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哪呢 就是重蹈当年毛泽东一边倒的这种路线 这种历史错误 而这种历史错误的话 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好 陈伯宫先生 刚才那个私人宴会 我倒觉得是习近平不是请普京 是请奥巴马 这个是反映了他的人格分裂 因为银台夜宴是跟奥巴马 而不是跟普京 中南海散步也是跟奥巴马 不是跟普京 他可能有别的宴会 宴会是在你钓鱼台 好的 我想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 在极权社会从来就是一把利器 而且是最后的一款这个修布 不管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 还是纳粹德国 后来的苏联 今天的俄罗斯 都是打民族主义的招牌 在中国今天毫不例外 也就是说只要拿出爱国两制 就是政治正确 只要拿出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正确 于此只要批评政府 那就是不爱国 说政府用这个东西去控制舆论 就是说排除干扰 只要你跟我一致的 我都认为你是爱国的 给你贴个爱国标签 像香港问题上 那么拥护北京的叫做爱国爱港 那么反过来给中国政府 批评中国政府 那就是不爱国不爱港 给你扣一个帽子 说这个东西就是 在专制条件下是非常容易 就是拿来忽悠的一个利器 但是在民族社会 我们知道爱国有不同的方式 你正面的称赞国家是一种爱国 你批评政府也是一种爱国 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 就是不想让政府来耽误这个国家 那是一种爱国 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恰恰用这种民族主义 所谓的爱国主义 把整个舆论给颠倒了 说人人是谈这个东西 设变 一谈爱国 谈卖国就设变 人人都闭子又红不及 在香港有些民主派 像陈凡安生 李住民出去访问一次 居然回来被说成是 这个卖国者 叛国者 手上没有一寸土地 也没有一分钱 出去走一趟 为香港人民说话 就被扣成卖国的帽子 说中共决调这套非常有用 说习近平上来之后 的确是把这一套 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的 有关习近平上任 两年来的政绩 我们就点评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挑战 又是什么 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 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星 习近平将在2022年 任满换届 交出权利 未来八年 他是否敢于进一步 触动利益集团 改革体制 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 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 不致脱轨 是否能够面对 国际社会的疑虑 推动中国在世界 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都是他面临的难题 那么习近平 有没有足够的 政治才干和担当 来应对这些挑战 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 他有没有足够的 政治胆略 来超越矛盾 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 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 我们这部分 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高文谦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 提出所谓的中国梦 最近在APEC 更提出所谓亚太梦 格局似乎是越来越大 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他有强盛中国 和建立雄徒霸业的 历史使命感 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 你是怎么看的 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 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 和大眼光 还是说这些话 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上台 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 其中的话叫做 实干兴邦 空谈物国 这些话曾经广泛地得到人们的喝彩 但是他的两年后的所作所为 恰恰证明了 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 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 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 亚太梦是在忽悠国际社会 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 是他魅于大事 缺少一种历史感 和大视野的眼光 那么他基本上 他还是活在毛邓的阴影里面 他可以说还是一个 对毛邓的奶 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 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 他缺少一种勇气 王柯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 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尽赞成老高的意见 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 那个眼光之大 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猜测的范围 习近平两年以来 所谓的树叶在供 所谓的势必供应 所谓的利金图置 确实从某个方面 从所有的方面来看 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 就是习这帮太子党们的 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 他们的雄心壮志 他们的世界眼光 薄熙来在重庆 所作所非四年半的时间了 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 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 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 和习在一起 这些太子党们那真是够风光的了 他们不是平庸的人 他们不是像江泽民和胡云涛那种 那种守夜人 那种看门人 那种过度性的人物 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 就是毛泽东的事业 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 而不要往来看得太低了 好 霍公你的看法 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 我想这个这次银台夜宴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这个中南海的银台 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 在宴请奥巴马 美国总统奥巴马 给人的感觉 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 在宴请另一个国君 把酒论天下 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 这个曹操跟刘备 这个祖九论英雄 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 或者是刘备和孙权 并马于北顾山 指点江山 或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 的确是个习皇帝 但是当这个习皇帝 在谈历史的时代 却有些失误 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 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 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 实际上这个清朝 满清皇帝已经说了 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 祖中国之士 非中原之人 那么也就是说 满清世界灭亡了中国 最后也吞并了台湾 使中国大陆的势力 基本上第一次染指台湾 但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 那么另外呢 他后来又讲了 他光绪皇帝 搞百日违新失败了 被慈禧台湾关在这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 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 如果我搞宪政改革 可能跟光绪皇帝一样 可能被政治老人 或者是保守派革关在这里 但是当时奥巴马 非常聪明地决了一句话 说改革就是这样 肯定有困难 但是改革者要勇往直前 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 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 但是后继的改革者 应该继续去改革 所以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 在论述 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 这个关系没分清楚 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王国奴 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 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 知识非常少 读得不多 那么这一书他有四家的 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 亚太梦很空洞 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 暂时得人心 但在国际上很反感 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 搞得非常僵 周围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 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 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 另一方面又说 你跟别人很友好 这根本不可能存在 他必须先硬后软 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 现在又开始放软了 从越南 从日本 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 所以这种世界可以看出来 它没有大眼光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 我觉得习近平不能说 没有雄心 就所谓红二代的雄徒大志 因为他们的话 这一代人的话 他们毛的思想融化在血液里面 当时毛有一句非常明言 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 将亲手参加麦登第一个主义战斗 任重而道远 所以这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 但是问题是他媚于大势 他脱离时代 违背潮流 违背民心 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 抛开那些包装之后 最后只有四个字 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 就是救党保全 而这一点呢 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 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 刚才就是像高峰前说的 走出这个救党保全的思路 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 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 你觉得有没有这些事 因为本人访问德国 法国时候 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 哲学家 到了俄国 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 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 不管怎么样 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进了一步 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 他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 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但是我们在他的整个的 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 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 这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 所谓的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 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 他是一个保全 什么救党保全的 非常成就的这种思想 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 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 天王之道不能更 这个是没有出息的东西 但是习近平比较热衷的 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 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 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 非常狂妄的 也无聊的一个说法 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 自然而然的 自发产生的 是人民群众 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 慢慢总结出来的 不是一个天才 一个巨人 一个领袖 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 像马克思 像列宁 像毛泽东 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私自民 他们不搞这个东西 他淡化意识形态 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 如果一定要做 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 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 和它的基本的价值体系 往这个道路走 就是海阔天空 就是新天新地 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 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走大帝国的路 也绝对死路一条 不管是纳粹德国 还是法西斯的日本 都是这样的 要么就是民族主义 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 要么就是前苏联的 所谓的阶级优越 不管哪一条 毛不可以超过这个东西 那都是死路 在这一点上 我同意高文贤先生的说法 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 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 没有什么新东西 那么陈破空 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 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从毛泽东 邓小平到习近平 其实理论在弱化 因为邓小平时代 他基本上没有 虽然现在叫高居邓小平理论棋子 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 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 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算一步 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 自己有理论 没理论 所以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 军事有他的军事上的理论 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 这样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套理论 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 学邓学的什么呢 不是学他们的理论 习近平啊是方法论 他是对毛泽东 邓小平那套方法 吃得透理会很深 一举例来讲 他成立这个小组 当然很多小组的组长 是毛泽东学来的 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既喜欢搞小组 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什么中央文革小组 以小管大 以一档师 以一档师 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来决策权过的事情 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虽然叫小组组长 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 就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 把权力集中过来了 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 政治议委员的参与 另外呢 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里学了一套 邓小平为了抓金权 搞了一个中越战争 结果是打得这个双方 这个死伤整机血流成渠 最后是鲨鱼而归 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 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 掌握了军权 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 同样这一招 跟日本去斗 跟这个越南去斗 跟菲律宾去斗 斗到一定时候 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前将 最后周兵了 软化了 跟这些国家讲和了 所以这些可以看出 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 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 所以习近平如果是 仅仅是在方法上 效法毛司法顿 他无法超越毛 超法顿超越顿 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 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 而一个政治家 没有理论做基础 说没有里根经济学 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 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 是没有地位的 好 高文贴先生 在这一个问题上 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 现在的话呢 刚才我也说了 习近平呢 确实是有雄心 但是呢 我看呢 到目前为止呢 他还没有什么 能够采取一个 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 这么一种重大举措 有点呢 眼高手低 智大才输 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凯先生 我们知道 纽约时报等等 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 主流的媒体 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 最近段时间 有这个个人崇拜的 这个 慢慢有这个 个人威望 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 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 是不是一种 值得担忧的现象 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 居然把习近平 化成皇帝 当然是美式的幽默 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 个人崇拜和 个人迷信和 领袖崇拜 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 即使那个斯大林 毛泽东 当然给他们所属的 国家和民族 带来巨大灾难 也让他们 得到忘谷骂名 这个独裁者 登上历史舞台 他不是他自己 愿意登出来 他自己当然也有 这个强烈的抑郁 但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 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 就是一种新的形势 新的使命 新的目标 新的战略 要实现 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 这些太子兰集团 多类来所思考的 要拿出来的东西 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 又一代的极权者 这个独裁者 他们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 他会挤起又一轮新的 这个权力折征 那肯定是 而且心风血雨 会引发社会动荡 和经济衰退 甚至崩溃 第二 就是他本人 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这肯定不是 这个毛那个时代 毛那个时代 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 想把他怎么样 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 那么在这个时代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个人乃至他的家庭 都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性 第三 如果他真是成了 一代统治者 这个独裁者的话 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 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 这种决策 一般来说 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 那么就难以挽回 以示 更可悲的是 如果中国又带来一个毛式的 一个大独裁者的话 说明 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 不配享有独立精神 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 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 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 这个任满换届 交出这个权利 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 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 他呢 今后的 但是呢 至今呢 还活在毛邓的阴影里面 我觉得他今后八年 他最大的挑战呢 其实就是他自己 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 那么呢 是超越毛邓 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还是呢 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 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 这个问题呢 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党 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 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 抛弃一党之私 启动政治改革 还政愚民的话 他这样做的话 就可以超越毛邓 开创自己的时代 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 陈伯宫先生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近年来 那么而且大家觉得 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 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 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就是说 经济的好坏 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习近平上阵啊 从经济上来看 可以说流年不利 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 这个胡耀邦 赵紫阳 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 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 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 这么一个硬指标 结果胡锦涛时代呢 有一个五个上 五个万亿台阶 五个十万亿台阶 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 从十万亿到五十万亿 中国经济产质 自然膨胀 说胡温时代秩序啊 是文景之志 认为是无为而至 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 天下经济就在增长 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 这个房市崩盘了 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 是始终没崩盘 再一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经济放缓了 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 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 没起来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 是面临一个考验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 最近几十年 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 经济增长放缓 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 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 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 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 他经济上 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 比如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 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 试图用国际经济啊 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 因为中国的人口又是摆在那里 中国的市场又是摆在那里 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数摆在那里 所以他不怕 他现在是另一种补国法 后会学上有个法叫补国法 补国大法 当时毛泽东是破坏经济 邓小平是挽救经济 这是一种补国法 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 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个腐败 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 导致到严重的腐败 结果他现在补国就是去轻腐败 尤其是他这个轻腐 还不是打到周永康取材后 这个不是一个指标 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八项规定 就出来之后 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 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 这个官员 党员不敢去泡脚了 很多时候高党消费不敢上去了 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 他之所以不怕 他就认为他另批蹊径 能够赢得民心 至于经济 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 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到3% 政治零增长 比美国的增长还低 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好 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 王康燕您刚才提到一个 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 一条是跟世界河流走宪政的道路 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 走一条自己 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 那么这次在APEC亚太经合会议上 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构想 那么很多海外 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 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 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 未来八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 中国人做了这种表面文 当全世界无处其右 那么中共更是如此 刚才刚刚接触这个iPad会 我也看了一下 在淮州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 那是确实 万方来潮的感觉 那这是一个假象 至少是个表象 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 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 这个路线的话 那是致命的 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合 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 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 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龙龙文明的 没有美国二战之后 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 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 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 2521984年所说的 所有人的生活在那个 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 动物一般的生活 这种局面就可能出现 所谓的古拉克群岛 就编为古拉克大陆去了 完全可能 没有美国 那么比如中国来说 那么没有门口开放政策 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 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 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 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 我们在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1亿人口的 比日本人更汹汹极恶的金家王朝 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 核外核手术打击了 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WTO 想进全球化时代的这个 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 没有美国当然 也没有那么中国的贪官污吏 把他们的财产 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 没有美国亚太门都没有 这个常识不可能 首先日本不会参加 日本不参加要什么亚太啊 所有东南国家都不会参加 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 不要头脑发热 郑小平你说过 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 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 都自由的都民主的都尊严的 那最典型的就是 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西德 现在的德国 这个太有说服力量了 现在在中美之间 习近平说过一句话 对的 不要搞对抗 不要搞冲突 要建立新型的打国关系 那么很简单 你可以做一条 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全部的反美宣传 对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从海外媒体很多报道 我们如果回顾 习近平一系列的言论 他对于西方其实是 这种骨子里面的 比如说他原来说过 这些外国人吃饱了饭 没事干 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等等 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 比较强硬的 这个反西方的立场 那么这个到底是处于 他骨子里面的 这个天然基因呢 还是面对这个 中国现实的功利选择呢 刚才王康权其实提到 跟美国结盟 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 那么高文贤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 两者兼而有之 习近平在骨子里面呢 可以说是反美反西方的 刚才我已经说到 毛泽东的话呢 那段语录 就已经种在他的 融化在他的血液里 那么另外呢 从现实的国际格局来看呢 普世价值呢 是世界文明主流 那么 那么 而且的话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 你如果要想在国际社会中 占有一席之地的话 必须要想办法 跟主流文明融合 而中国呢 崛起之后呢 这个专制俱乐部的成员呢 越来越少 举目四望的话呢 可以说是形单影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不是去反求助己 而是呢 认为西方欧美国家挡了他的路 因此的话呢 反美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的话呢 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但是还有几点呢 我要补充是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 中共高层领导人 都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美国去 这个也可以作为习近平反西方的一个主角 好 破空 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啊 显然都很显然 都是这个有严重的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习近平也不例外 就说反西方而亲西方 亲俄国而反俄国 怎么解释呢 他们在反西方 是在意识形态上反 主要是为了 这个强化自己的统治 但他们实际上除了把家属 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以外 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中美关系 看得非常重 你比如这次我们刚才我讲了 在亚太金合组织会议上 不是跟俄国总统 而是跟美国总统举些迎台夜宴 整个一天啊 整个一个晚上 散步茶叙夜宴 苦口婆心啊 这个走来走去 普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荣光 和这样的这个享受 而且安排的座位也是 奥巴马跟习近平坐中间 这就可以看出 他们把中美关系 看得是重中之重 这是压倒一切的 实际上骨子里是亲西方的 但是他为什么反西方 就是公立主义 就是说要反给中国老百姓看 也就是说 西方这一套民主自由 人权是不对的 我们这一套一党专制 才是正确的 所以他表面上捧那个俄国 表示一党专制啊 包括这个共产党是正确 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防范俄国 对普京是非常防范 所以在这里看出一个 他的亚太梦就是一个例子 亚太梦啊 实际上说的不好听啊 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梦 就是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人说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要排除西方人 排除欧美人 排除这个白种人 所以当时日本在亚洲 功成略地 战无不克 功务不胜 除了日本军队 这个英勇善战 或者训练有数以外 最重要的是 日本就打住亚洲人的口号 亚洲人来解放亚洲人 说到了新加坡 到了香港啊 到了什么 很多东南亚国家 那些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居然 而且在中国东北近代 居然有中国人也是家道欢迎 说这些历史都可以看出 这个煽动所谓的亚太 什么亚洲主义啊 都是一个 就是说欺骗人的 这么一个老奴 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花招 如果今天再提这个 对世界文明是一个备赞 王先生 对这种所谓亚洲主义 您的评论是什么 30秒钟 那是日本的 刚才说了 日本的皇族人 罗马帝国 大政界共同圈的一个遗产 毫无意义了 我希望我的祖国中国 它作为一个 人类最大的一个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 联合国的 常认理事国 这么一个文明古国 它要成为一个 世界上一个受人尊敬的 亲切的 信任的 这么一个君子国 一个文明共同体 而不是让人家看到 你是一个这么一个大块头 让人头疼 让人畏惧 让人没法接近的 这么一个 这个旁寒的 一个冥王不化的 这么一个大块头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王康先生 高文谦先生 陈伯宫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对此讨论的内容 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 发表在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 欢迎您继续在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和支持教练对话 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